一直讲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 但这句话如果没有这个初级人 打卷人 越卷人这样一个描述的话 大家会觉得少一个抓手对吧 像阿里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事实上我经常讲定义一个问题是非常难的 特别是在一个产业新兴阶段 我经常讲就是说在产业的新兴阶段 你就是要找到问题 只有在一个产业成熟的时候 大家才会简单地讲所谓的市场份额 其实前部国内这个说法 至少从另外一个反应就是 你没有在国际上出题 那我觉得阿里其实从不容易上讲 我们确实比较超前的做了这个事 所以当时我们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微软连这个题还没出好了 其实我觉得年轻人还是最重要的 我要把年轻人在这个科技创新中的地位 一定定一下 要真的把他们当着主力军跟生力军 所以不能简单地说年轻人培养 真的要把年轻人当着生力军 同时要培养年轻人全球的视野 让他们游到这样一个使命 就是中国科技发展 是会对人类做出贡献的